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呢 都有小學的 不過只有兩班 五年班、六年班 一、二、三、四都沒有的 所以1960年是聖保羅第一次招收 一、二、三、四年班 當時在全香港來說很轟動 因為聖保羅的歷史悠久 又是英文書院 而聖保羅的聲譽是相當好 很多政界、商界的名人 譬如謝宇邨、中士元 都是聖保羅的舊生 於是我們在其他學校就讀的 一聽到聖保羅招生 就一窩蜂去考試了 說出來好笑 我當時在聖保羅男女校讀的 我讀三年班 知道聖保羅招生 第一時間就報考了 為什麼會報考呢 不是說聖保羅男女校不夠好 而是因為我讀中文班 而這裡就是著重英文的 因為聖保羅書院的英文程度是非常之高的 我們在原先的學校 可能三年班才教A、B、C、D 來到這裡就發現原來這裡四年班 就要讀那些課外閱讀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什麼叫課外閱讀 我們叫Extensive Reading 所有的同學暑期都要看十本 這些出名的文藝小說 我還記得當時有Monty Crystal The Black Tulip Free Musketeers 39 Steps 雖然不是原著 亦都不是abridged version 是一些simplified version 但是你想想 如果三年班才讀A、B、C、D 四年班有什麼可能會看這些小說 還要寫閱讀報告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小學畢業的那班同學 對聖保羅的歸屬感是特別強的 你知道我們有六 一個方有六班 即是有二百多人 二百四十人 很幸運 我們有同學組織到 我們有個群組 即是用WhatsApp 居然可以聯絡超過一百個 所以早前那個 school enhancement project 我們一無捐 就已經馬上有幾十人響應了 如果沒有這個群組 我們也不可能 在這個群組裡面 最活躍的那些 都是小學都在讀的 每個老師的印象都很深刻 我們看到我傳給Kelvin一張照片 我們畢業五十周年的聚會 我們都請回當時的那些先生來 Mr. Young, Mrs. Young, Ken 其中你問我自己 最有印象的就是張志立老師 因為張志立老師 就是教我們打喬牌的 我當年是喬牌會的主席 另外有一個同學做副主席 張志立老師是我們的顧問 我想你都聽過我們的所謂威衰史 就是說2018年亞運 很好運 我們在耶加達拿了一面銀牌 當然是很榮幸可以代表香港 我第一次代表香港 我們僑牌都有叫做奧倫匹克的比賽 回想已經是1980年的時候 我第一次代表香港 當時在荷蘭比賽 一個小鎮叫做Vuggenburg 香港的水準 我剛才說過就是不算差的 譬如2018年那個亞洲杯 整個亞洲那麼多國家都有參加 我們打第二 在印度哥爾舉辦 我們打第二 輸了給國家隊一分 聖保羅書院170週年 校慶祝大家友誼永固